大家好 我是中文投资网的分析师 Brent今天的市场三大指数有轻微的抖动 最后还算是轻微的收平 三大指数有的我看涨跌护线 像道琼斯跌了0.18 纳指微微的上涨 小盘股微微的下跌 基本上是横盘的状态 好 那这个是道琼斯的日线图 这个是七指 掉下来以后底部震荡 涨一天跌一天 跌一天涨一天 就是来回的抖动交错上行 然后30分钟的级别 看一下道琼斯的图形 你说有变化吗 我觉得下降通道有什么改变 也没什么改变 继续看跌下降通道 维持看跌的观点不变 然后这边标普和纳斯达克 是两个层面 两个层面 这个是纳斯达克的第一层面 高位震震震 下来底部在这个地方继续的震 没有明确的迹象表明 要向上突破 但是下跌的幅度 也已经进行了收缓 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用换这个 这个是道琼斯的图 我画这个图给大家看一下 是不是下跌的行情 没有什么变化 对吧 所以道琼目前是最弱的那个 SPY横盘整理 这个地方的压力摆在眼前 那就看图说话呗 看这个横盘整理会不会下去呗 那为什么不能是A浪 B浪的反抽 然后还有C浪的下跌呢 也不排除 对不对 所以目前我们有没有见过行情 涨上来 然后高位横盘整理 整理完了之后呢 选择继续向上走高 所以叫做上升齐行 对不对 那一样的 这个行情下跌 然后局部进行震荡整理 然后再继续往下去下杀 就是这种图形 我们也不是没见过这个图形吗 对不对 还记得我昨天怎么和大家讲的这个大盘吗 我们昨天说这个大盘啊 这个下降的事 首先这是这个样子的 好 然后呢 我们画这样一个图形 我们要看它突破 是不是啊 突破以后 回踩 它只要呢 还能顺势的往下跌 它就基本上是继续看跌的 但是突破以后 回踩 完了又上来了 这是我们要立场的 对不对 好 那你就看一下 今天的这个走势 原本它这个30分钟的结构 它是维持了这个下跌的状态 30分钟 下跌的状态 它是维持住了 好 维持住以后 那今天突破 那就看突破以后 是不是有回踩再突破呗 那我继续 按照昨天的那种做法 继续来呗 如果没有 如果没有出现那种局面的话 那这个标普 不就是个5分钟结构上面的横盘整理吗 不就是这么个造型 横盘整理吗 我们继续等着它往下跌 你说能不能下跌 那大家不要忘记 前一段时间市场是怎么掉下来的 在这个地方 一天往上涨 这个QQQ 一天涨上去 眼看 哎不错 要突破了 掉下来 眼看感觉要破位吧 哎好又上去了 就来来回回的震 最后是不是选择了往下 达到了一个新的台阶 那好 这就是它新的层面 那这个层次继续关注呗 对 然后 没有什么太多说的啊 反正呢 今天我的仓位 空头 没加 没减 没动 继续持有 什么都没变 那UVXY 不得不说 确实是比较弱实的 所以 之前继续的保持着这个UVXY有点破位 这个是有点破位的 所以我之前是半仓SQQQ 就做空的仓位 一半的SQQQ 一半的UVXY 就没有什么 反正是这么个配置 还是买了点SQQ 就是为了害怕UVXY呢 有损耗 现在防的还可以 那么我们这是半仓做空 另外半仓做的航空股 AAL 今天的AL涨了2.6 也挺好的 还有波音 这些 LUV 这是我持有的这些航空股的仓位 那这不今天表现的也还可以吗 所以 就 一切都是正常的 没有任何的变化 大盘呢 按照原有的步调 按照原有的想法 继续持舱 然后不加不减不动 就是这么个情况 给大家画了这么几个图 那就算是明天有向上突破 我也未必会走 也未必会离场 所以 明天再走走看 因为这个大盘 它可以明天突破 然后再掉下 然后再上去 再下来 整体走一个下降旗形 也不排除啊 走成这个样子 也是完全是可以的事情 所以 大家有没有发现 这个市场 其实到今天收盘 这个指数 现在其实我看到的 还是下跌的 做空的人 他是没有亏损的 虽然UVXY没有往上涨 那种SQQE对冲 做空的人是没有亏损的 做多的人呢 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亏损 因为大盘现在在这个地方来回的震荡 如果你选择的是强势的股票 反正做多还是有点压力吧 像Facebook 还是有点跌幅 但是跌的不多 Tesla 比较popular的这些股票 还都是涨的 做多的人 其实呢 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 损失在哪里 损失在这些 这两天追涨杀跌的人 昨天一看涨 怕进去做多了 然后呢 前天一看跌 怕进去做空了 来来回回 在这个市场当中 追涨杀跌的人 他是被受到了伤害 所以 选中一个方向 相信你自己的判断 耐心持有 然后用明确的止损和压力的纪律 去帮自己保护自己的仓位 这是大家唯一能做的事情 然后呢 大部分的那个人 就不要去追涨杀跌 哎呀 你买了这个空头 然后一看涨了 立刻换手 然后买了多头 一看跌了 立刻又换手 这就很麻烦 所以这两天受伤人 严重的人 是追涨杀跌的人 大家不要去追涨杀跌 我觉得就可以了 行 那今天呢 白银跌的很多 今天要讲一下 白银重挫 日线级别就不太好看了 这个白银的这个 整个的下降趋势 是比较明显的 所以一时半会儿 我觉得是没有什么机会的 那白银不好 黄金也好不到哪去 咔嚓一下 也就跟着掉下来了 这个黄金大的这个压力趋势 必须突破 差不多是1840 黄金的这个大的压力 1840不突破的话 很难找 很难会涨上去 就是这么个情况 然后这边呢 美元因为今天的美元指数 是继续的往上去涨的 美元在上行 所以就是这么个情况 美元继续去走高 然后美元也没有什么方向 还是不去过多的观望了 不去过多的看 它这个状态 行 就是把仓位再跟大家去分享一下 没什么可害怕担心的 好 退一步讲 大盘往上涨了 我是不是还有半仓航空 对不对 如果大盘继续往下跌 空头应该是可以cover掉 多头的亏损 我乐观的想 搞不好航空和航空也涨 大盘回调的时候 空舱也涨 我往这点开心点想想 是不是过得就很开心 关键问题是 其实怎么也没怎么 所以大家也不要 就正常了 可以仓位呢 可以紧张 不是可以兴奋 但不能紧张 这是我这两天一直和会员讲的 因为昨天有会员 大盘下跌 大盘下跌的时候 就好紧张 好紧张 我说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今天早盘在UVX 往上涨3.4%的时候 我说你们要赶紧减仓 因为你们受不了 这个大盘的波动 所以市场是检验一下 大家持仓信心的 这么个时候 来回的波动了 所以既然看中它来回的波动 你有能力呢 你就进去来回的打差价 我是觉得我这个能力不太够 打差价的水平有点差 我怕我打擦边球 完了以后给自己打飞了 所以我就不去做差价的事情了 我就耐心的选中一个方向 然后耐心的拿着就完了 我对于市场的观点呢 截止到此时此刻 观点还是依然很明确的 看一个短中期级别的 短中期级别的趋势性回调 短中期级别的趋势性回调 就是整个的这个SPY 哪怕它有一个间歇性的上行 但是我整个的趋势 我是看一个 就是这种短中期级别的 这样子的下跌 然后还得跌 前期的443这个地方不够跌的 还是继续下看 好 以上是我们今天的节目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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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